中国南篮夏季并没有停止继续前进的步伐,今夏南篮红队加出战亚运会,而篮队则将备战斯坦克为其杯赛。 今夏,南篮篮队与红队都经历过不少热身赛,两队的表现让不少球迷满意与欣喜。 中国南篮篮队面对欧洲球队斯洛尼亚,热身赛上赢来三连胜,而南篮红队在肩下不少热身赛取得的成绩也非常有益。 自从姚明担任中国篮写主席以及CBA公司董事长以后,一系列推陈出新的政策为中国篮坛带来了发现腹地的变化,而双国家队政策也为不少国内年轻球员提供了很多机会。 今夏热身赛中午前,胡明轩与德豪等年轻球员的表现,令球迷眼前一亮,双国家队政策也引发了不少比较。 中国南篮红队与蓝队谁的水准更高,红篮两队主席里南与杜峰的指甲水准谁又更高一筹,如今这一答案将得到正面验证。 中国南篮红队与蓝队将先后分两战同塞尔维亚、乌克兰和奥哥拉队进行热身赛。 根据赛程安排,南篮红队将于7月28到30日率先参加阔山战的四国赛,蓝队则将于8月3日到5日参加在美河口战的热身赛。 2,虽然不是南篮红队与蓝队正面之间的较量,但相同的热身赛对手,无疑将验出这两支球队的真正实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回国的周琦或也将在热身赛重量上,周琦经过NBA一个赛季的力量后,他的回归也备受球迷期待。 在NBA下纪连赛上,周琦的表现用目共睹,他日益健壮的身材,要求迷迫切期待。 周琦的回归将是南篮红队最大的亮点。 蓝队郭艾伦,一剑连,里队三大主力缺阵,周琦的回归将红队阵容相对齐种。 但丁业宇航,在小川等人的缺席影响同样不小,因此两队阵容相对公平。 这几场热身赛比赛的结果,也将间接体现出南篮红队两队的实力以及李拿和杜丰的直较水准。 一直以来,南篮红队两队以及李拿和杜丰的对比,一直是球迷所关注的话题。 这一轮比拼后,过夜将揭晓这一面地。